NBA美国直篮在明天有五场精彩的耶诞大战 而在UNHEL美式冰球耶诞节之前的一个对战 来看到这是佛罗里达美洲豹面对维加斯黄金骑士 这场比赛爽两队也是互有领先 一直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 三串红色球衣的佛罗里达美洲豹 在主场一战来访的卫冕军维加斯黄金骑士 第二节先被对手进球 不过第十一分钟Sam Bennett在右侧射门球进 Bennett本季第五个进球帮助美洲豹扳平战局 而且有一就有二 第二节还剩四分多钟 Gustard Fosselin在中场附近远射得手 Fosselin帮美洲豹超前比数 主场球迷情绪沸腾 不过第二节还没有打完 黄金骑士在独秒阶段将比数扳成2比2平手 比数被追平没关系 来到绝尚的第三节 主场的美洲豹从中场发起攻势 Karter Veheger接获传球直接射门 Go Veheger本季第十六颗进球 帮美洲豹再度要回领先 这也是Veheger从2020年 为美洲豹效力以来射进的第一百球 随后Sam Ryan Hart在补进保险分 中场美洲豹以4比2弃走黄金骑士 在进入圣诞假期前 占据位居第三也赏给卫冕军三连败 Look at that celebration F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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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